字幕曾要他别买疫苗的大小姐到底是谁 怎么问郭台铭就是不回 倒是点出被派来传话的时任总统服务秘书长李大为 以及蔡总统接受派系妥协 民进党内部有不同的派系 有不同的意见 最后是赞成跟反对的 最后听说是最大的派系赢了 小英也要接受派系妥协的结果 赞批派系战场有关疫苗 预律不再回答 但于李大为说了什么 他代为转答 端午廉假期间 李大为突然来电说 大小姐又说不可以买了 大小姐叫郭董多睡一点 郭董这边还有更多的证据 包含他过去跟李大为的来往 除了电话之外 都还有很多是讯息的记录 透过第三方转述 讯息还原不会一次扑 不过前一天就有媒体揭露 2021年6月16号 DNT大股东寄给郭台铭的电邮 指出该政府坚持在协议公告中 声明是独立的台湾政府 而上海复兴无法接受 交易才被取消 因为销售给政府以外的人 是不被允许的 也没有解决方案 似乎意在说明 单靠郭台铭根本买不到疫苗 但郭台铭也随即声明回击 这封被泄露的电邮 正式做实 政府卡BNT疫苗的证据 就是因为坚持要写 独立台湾政府才买不成 更何况电邮来源也有违法疑虑 因为是揭露了人家的这个电邮 是有妨碍秘密的问题 郭总要跟总统讲什么吗 只是2021年曾与郭台铭一起 会见总统和协助购买疫苗的 就包括慈悸台积电 工商协信会等民间单位 甚至期间还发生货仓的复辟态布条 被扯下等事件 最后花了大把时间与政府周旋 时隔两年争议在先 TVBS宣传续繁衣台北部门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